Y国客户在谷歌上搜索的一个结果 他们会注意力在什么地方呢 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由Waterpress花园 为大家提供的谷歌SEO视频教程 我是小人Jack 在这里一个教程中 我跟大家分析一下就是我们在谷歌上搜索结果的排名中 哪些位置是比较有意义的 在这样图中呢 是我们的一个谷歌搜索结果的一个热力图 这是第三方工具 它的一个统计 它红色的部分呢 是被客户就是谷歌上的用户访客点击最多的一些点 那其实很简单 就是第一第二第三名 左边跟右边都是会点击次数非常多 所以呢 如果说你的一个网站在某些关键字上 是能够有前三的位置的话 是非常好的 如果你的SEO自然排名 这个短时间内 你也没办法在这个靠前的前三的 这个黄金位置的话 你可以通过投放广告的方式 关键字广告的方式 或者这样子较高的排名 我们大家可以记住这个热力图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一个真实的谷歌搜索的一个结果 页面我们跟大家分析一下谷歌现在搜索结果有几种类型 哦 好不好 现在呢 在我们搜索的一个词是 Women Jazz 女士的裙子 现在在我们搜索引擎中 有谷歌它有一定的进化 就是它会有除了像这样子文案方面的纯文字的一些结果呢 它开始加入很多图片和图形元素 所以呢 它但是呢 这个并不是每一个人搜这个Women Jazz会有相同的结果 可能会有一点微妙的不同 我们这一次搜索呢 是出现了地图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给我推地图 然后呢 在这个右边 它是一个Google Shopping 或者Google广告 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里 Why this ad 你可以看一下 This is based on your current search term 它可以算 那你甚至可以就是 哦 还告诉你说它这个 这个广告从哪个网址过来的 就这样子 所以呢 我搜索这个词 这个search term呢 会触发这个ad 这个地方是广告啊 这里是不是广告的 这里不是这个谷歌地图的一个营销 我们很多做饭贸企业 它其实在这一块 就是国内用户的话 在这一块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国内它其实并不是很 很好在这个谷歌上加一个这个标注点 这都是以他们申请的标注点 而且都是海外的地方了 你可以看到 所以呢 我们这个基本上可以暂时忽略 但是有时候偶尾 偶尾去申请一下是可以的 接下来呢 就是自然排名 有时候呢 它会出现广告 但是这一个地方 因为它出现了这个一大块的 一大块的地图 它可能广告就是没有出现了 它广告这边出现 我们搜另外一个词 比如说我们搜 man running shoes 这样子 打错这了 我们搜这个词 它也没有出现广告 它现在广告好像都在下面了 那好像 比如说我把一个buy 那就出现广告了 所以说广告和地图一般都在比较靠前的位置 也是我们前面这一张图的呀 就是比较关注的 所以现在谷歌它是比较 在这一块呢 做了一些革新 把一些地图啊 这样子的个元素放进来 好 我们继分析我们谷歌搜索结果 因为有时候呢 你要注意看 你有多少个搜索结果 对不对 这个0.72秒是说谷歌花了0.72秒 把这个页面加载出来 但是其实对我们来讲没什么用 它的结果有这么多个 反正就是 千万 十万 百万 千万 一十 反正超级多的一个数字了 有这么多个结果 那这个man running shoes 也是这么多个这样子的一个级别 通过关注这个数字呢 你大家可以知道你的 这个产品在 谷歌上的一个竞争热度 好不好 接下来是我们这里最擅长的一些 自然排名 然后呢 往下看 你可以看到中间还是可以会有 一些广告插播的 refined by style 这种其实这个也是广告啦 因为你点击的话 就会跳到其他地方去 然后这最后底部的话 它也是有广告 所以它广告会在头部跟底部 这个呢 其实也有一定的效能 不过在这地方就可能 就肯定是没有比头部好了 记得我们那张图吧 对吧 它这里底部其实没有什么流量了 所以我们这种引擎的优化呢 就好在中部的上部 这一块比较重要一点 这一块的话就是相关的 search related to 什么women jazz 这个相关词推荐 这一块呢 和是我们做个常委 关键字的一个调研 比如说很多人喜欢说 cooktail jazz 即为酒群子 就是专门是参加可能即为酒会的吧 这里是页面数量 基本上第二第三第四页就已经没什么用了 我买第一会比较有用一点 当然第二页也不错 一开始能抓第二页也挺好的 这个是一个谷歌搜索的结果 结果的一个页面 还有它展示shopping看到吗 它shopping放那么前面 说明谷歌现在对google shopping 这个这一块也是很重视的 而且这里呢都是来自不同网站的 如果说你们想要入住这个google shopping的话 你可以联系我们wordpress花园 www.wordpishy.com 我们可以帮你就是入住这里的 这一刷品可以写 在地方展示提升这个曝光度 然后呢 地图前面已经讲过了 就是 就是类似谷歌地图百对图这样子了 然后它这里也是有很多商品的 哎现在我们已经不知道怎么回去 我们后退一步 然后有图片 图片就很简单 所以呢 这里你可以看到 其实你想在搜索影上获得结果 你必须要明白 谷歌它到底是哪一些 内容形式是比较吸引客户的 我们现在明显看到地图啊 图片是比较吸引客户的 所以我们要做好谷歌seo 大家知道要做什么了吗 多拍图片 然后尽可能入住谷歌内部的一些商城 Google shopping这样子的地方 然后就是可以让你争取在这个前三个位置排名 那这个是非常困难的 如果说你seo做不到的话 你就投广告做seo 好的 这一课就简单聊一聊 我们谷歌搜索引擎结果页面的一个介绍 关注我们wordpress发言 我们下节课继续教大家谷歌 怎么上在中国怎么怎么推广你的这个产品 好的 拜拜